狀況是這樣 因為對於台灣來說 我們現在也在逐漸的學習 因為我坦白講 我們還沒有真的記錄到 跟病毒共存的狀態 我們也在學習跟病毒共存 可是看到中國這種狀況 你感覺是不是還是比較統一比較好啊 其實同樣兩岸面對 疫情快速的擴散的威脅 兩岸政府的處理方式 與態度其實就是很大的不同 這存在於民主與威權的一個差異性 你看像我們在台灣 雖然最近這一個禮拜來 一兩個禮拜來 我們的確診人數節節高升 確實是 但是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屬於尊重人權保障自由 我們還可以正常上下班 口罩戴好 我們可以下載 我們可以下載那個社交距離的APP 保護自己 保護他人 反觀看到中國 疫情肆虐之下 風衣足食啊 冰箱都是食物啊 塞得比過年的冰箱還多 簡直是樣板式的 是 他們動輒百萬人口 甚至像上海這種兩千萬人口的城市 說封城就封城 一封城就很困擾了啊 沒有配套措施 對 食物用配給的 民眾沒有物資 連外送的那個物價都會上漲 像我們知名的演員李立群有沒有 上禮拜有直播 有直播好像有講到一些 沒有東西吃這樣子 他馬上被摸桶 馬上被摸桶 馬上被關切 對 這就是威權國家極大的亂象 會造成市場的恐慌 像中國很多不是得新冠肺炎死掉的 像上海那些是延誤就醫 像他們有些慢性病患者 上禮拜的新聞 還有一些孕婦在醫院外面難產而死 都是因為在外面要等待核酸檢測試 才能進到醫院 對 延誤就醫 面對走向疫情 台灣走向疫情後的一個新的模式 就是在保障醫療量能值之下 我們除了要把它抑制 我們上升 確診上升的頻繁 那個曲線的頻繁 要抑制以外 其實對抗 我們台灣也非常慶幸 中症還是重症的死亡很低 為了要降低中症 以及重症的死亡 還是要鼓勵國人要多打疫苗 多打疫苗 好 非常謝謝黃 我想問一下這個余曉老師 這個我真的很奇怪 就是老共的官員有這麼怕死嗎 就是你要把手搞得像小弟 讓他去視察 就戴個手套不香嗎 是不是他們真的覺得自己的命 跟一般人的命是不一樣的 哎呀 我真的要幫副市長 陳通講幾句話 陳通你跟他很熟是不是 不是 我真的很難得幫中共官員講話 他對這個人有時事 好歹我願意深入人群 對不對 去視察 各位有看到孫春來他做什麼事嗎 在屋頂 在屋頂擺拍 我以為是周杰倫跟那個要唱歌 各位想想看 我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兄弟對不對 石板明夫是怎麼破人家梗的 孫春來怕染疫 孫春來怕被人家嗆聲 孫春來怕被江系人馬惡搞 對 但是 全哥屋頂沒事 對 但搞不好陳通就是江系人馬 不要破人家梗 不要亂說 他基本上還比孫春來做得好 而且他心中可能圈圈叉叉 國務院副總理 就可以在屋頂唱歌 擺拍 對不對 搞得一副跟真的一樣 叫我們每個人 這些市委書記跟市長跟副市長 聽他訊話 這是哪門子的田野調查 他心中一定會很覺得 幹了 為什麼 國務院副總理在樓頂吹風 好辛苦 我們這一些副市長 卻要深入人群 做黨的喉舌 匯委他差多少級 當然 副總理跟副市長 副市長是副市委書記 然後再當市長 再當市委書記 才有當副總理差多少級 這個叫什麼 這叫副部級 副部級 對 政部級跟副部級 人家副國級 副總理是國家領導人的成績 所以康長差遠遠一大格 但是我是說 他為什麼勉強給這個樣子 或是必須要這個樣子 孫春來人家期別高 可以做這樣的事嗎 最後呢 我要補充一點是 我前陣子在節目說 兩條勢力正在搏鬥之中 對 江系跟習近平 對不對 江系或是上海民眾 最近除了國歌 被禁不爽之外 把朱鎔基端出來 這才厲害 因為1988年上海發生肝炎 假形肝炎 31萬市民確診 結果呢 寧可要朱鎔基的好 也不要叉叉叉的壞 叉叉叉的壞就是習近平 尤其李強是習近平的人馬 把朱鎔基的語錄重新搬出來 而且呢把朱鎔基當初的治理模式拿出來 還說呢 上海當初防疫做的多好 做到呢 鄧小平都願意啊 在1988年來上海過年 對 這裡面都很水很深啊 這什麼意思呢 習近平搞的一堆政策呢 就是呢跟鄧小平呢 切斷連結嘛 國際民退嘛 戰狼外交嘛 對台政策嘛 所以啊 我真覺得觸目心切的地方是 老共的政治鬥爭啊 真是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習近平把疫情搞成這樣 為什麼習近平搞成這樣子呢 因為呢 我們江系過去都聽啊 鄧爺爺的啦 你自己搞單幹啊 搞成這個樣子 網管沒有人在管 一模一樣 所以當上海人懷念起啊 朱鎔基的時候 就是在懷念啊 江澤民 當上海人民心思辨的時候 誰操累蛋 當然是習近平操累蛋嘛